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夜暴 从过去到现在不断执着 造作之后就形成下意识 叫做无明型了 然后开始自己的颠倒心 我们现在要入到哪一台 你自己决定啊 其实不是你的决定 是你的习性 你的念力 你的业力 在决定的 挡不住的 你说我们中阴深度亡 其实严格来讲很难 是经典说的 并不是我反对 我们经常谈中阴度亡 其实真正经典谈的是 中阴很难度了 之前不是说吗 弥勒菩萨讲的 于谍师弟论说 在临终的时候 若细想行时 善心疾舍 人在现前走到威细心的时候 就是他曾做的善恶 这时候就停了 临终现前的事 无忌心 已经是完全开始收贪了 做最后判决了 之前有修有善 最后的念头 最后的念头这个停了 就看你最后的业力 所以如果我们临终 最后送他一程的是善念 然后入无忌 要靠这股力量往前 就像我现在 有心丢一颗石头 石头一丢出去 就靠这个石头 看非哪里去了 这个石头 就没那个决定心 因为丢出去了 就一直走了 我们的中医生 是很猛力的 但他的猛力 不是像我们现在 这样清晰 是随夜在转的 缥缈的 你要跟他开示 在经典上说 很难转了 最好是能在生前 大航法师开示